本局是一盘非常精彩的奇力测评 红方铁华鞠 黑方七空投 双方杀的难解难分 开局我选择先止路 我们的对手呢是网络高手 神医的LIN 黑方足底炮 红方直接鞠有禁一 这里呢带有欺骗性的下法 黑方呢是不能挺足的 红方吃过去之后 黑方虽然可以打底下 但红方捕失之后 威胁平局抓死炮 黑方呢这个下法是不成立的 要吃亏 所以呢实战当中 黑方选择编马 是正确的下法 红方直接架起中炮 以往比较流行的下法呢 是黑方出狙 或者是马八进七 那么这盘棋啊 黑方呢直接选择挺足七空投 下的非常有气势 那么红方呢 我们也不能手软 直接炮打中足吃过去 黑方上马踩炮 那么红方显然是不能炮五退一 否则对方进马呢又是一个坚守 所以实战我们选择炮五退二 黑方果断吃过来 这个局面下呢我们通过猜解啊 红方呢还是应该马八进七 直接送一个马给黑方 避免对方对底线的威胁 更重要的是呢阻止了对方平足抓炮的先手 黑方如果打过来 红方可以炮二进二 将这个阻呢给消灭 把这个阻打掉之后呢 红方还可以狙一进二抓炮 带着速度呢去出狙 将来红方虽然少一个子 双狙双炮非常的厉害 此时黑方呢是不能选择拱的 否则红方一步炮五进一呀 就直接绝杀了 现在呢马上要重炮 黑方只能上将 那么红方呢炮二平五一将 无论你的老将往哪走 我平击一将呢就直接杀齐了 因此啊这个变化里面呢 还是有非常多的陷阱和飞刀的 那走到这里啊 红方呢走的是炮二平五 没有走出马八进气的正确招访 也是有点可惜 那现在我架中炮呢也相当不错 准备要平炮较将抽居 黑方赶快呢平炮先防一手 那这个局面呢 对于红方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因为黑方现在呢 有一个炮打向的威胁 还有一个横足的威胁 红方该怎么处理这两个威胁呢 如果选择平鞠 不让对方横足 那么黑方打向一将 再选择出击抓马 这个马无论往哪跳 人家炮一分边呢都很危险 黑方呢要占于上风 所以说红方呢平鞠不够理想 如果选择飞向 那么对方呢横足一抓 你只能躲 人家出击抓马 那这个棋马八进七 马八进六呢要挡住自己的鞠 那么黑方呢再马一进三 这个棋啊打着马踩着炮 将来把炮换掉呢再进去吃炮 红方呢就没有便宜了 所以说啊这个棋呢 红方呢要保住自己的中炮的地位 而且呢不让对方打底相 那唯有呢送马啊 这一步棋呢既可以啊 防止底相的威胁 同时呢不让对方阻三平四 可谓是一举两得 但黑方呢也吃到一个大子 那么红方赶快去九平六 不让黑方呢横足过来威胁我的中炮 此时呢黑方出击 红方呢再骑一马选择横鞠 如果这个马跳出去呢 影响出子的速度 而且呢这个马呀将成为一个比较大的雷碎 所以红方索性呢再骑一个大子 跟黑方拼命了 黑方吃掉之后 红方这个局面下呢 最好的走法应该选择鞠点齐合 那准备呢去抽鞠 黑方呢是不够理想的啊 应该说红方是可以占优的 因为黑方这个鞠呢不好躲 如果去躲鞠呢 红方快速出动一路鞠 再去进攻啊 黑方的速度呢就有点来不及了 那么实战当中 红方选择鞠平四 应该说呢是比较缓的一个下方 黑方越马之后呢 准备横足 红方呢只能抬鞠 那为什么不能抬齐合呢 如果这个时候再抬齐合呢 就来不及了 因为呢黑方可以横足抓炮了 现在啊如果再去较江 去抽对方的鞠 那么黑方呢可以把这个鞠给弃掉 一吃 这里我打一将呢 人家就上马 那我吃鞠之后呢 这个棋啊 由于刚才我们是切了两个马 相当于呢黑方一鞠换三 那黑方多子啊 将来呢架炮换炮之后呢 由于啊黑方多子占优 那红方肯定是要吃亏了 所以说啊 这个棋走到这儿呢 再齐合啊就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实战当中呢 我们选择禁鞠 把这个马给憋住 黑方选择禁鞠 红方鞠点下二线 看起来这个棋啊 马上要入局了 好像赢了 但实际上真的这么容易吗 显然不会 黑方呢 此时走了一步非常犀利的 平鞠对鞠 给红方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如果红方这个时候 选择着急的平鞠去将 那黑方呢 恰好有一个补相的妙手 那补相呢 这个棋啊 先不让你乱吃 那么如果现在吃马呢 人家是六近五 红方刚才切了两个马 那么利用中炮呢 只吃回一个子显然是不划算的 所以啊 红方呢 大概就要吃相 但是你吃相呢 人家再补试 这个棋啊 就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现在如果你将他出将了 那这个棋呢 还对着两个鞠 如果继续杀士呢 黑方就可以出将 现在恰好啊 这个马呢 把这个点看住了 你鞠五平六走不到 那现在呢 是抓着鞠 鞠吃着鞠 现在你红方为了保鞠 只能呢 去对调 那么一旦把鞠对了呢 这个棋啊 黑方就不怕了 红方就没子了 那无法成杀呢 黑方多两个大子 肯定要占优了 所以说啊 这里呢 是黑方给红方精心布置的一个陷阱 如果你着急去将 连续吃对方 那不成杀呢 反而啊 形成了一个对此鞠的棋 那么红方呢 就要败了 所以这个棋走到这呢 我们选择先躲一步啊 不跟对方去硬钢 你毕竟我们少两个大子 黑方此时呢 走了一个退鞠 先咬住了我的中炮 因为啊 我把鞠躲开之后呢 这个棋黑方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我将来还是有各种较将杀齐的一个准备 那么走到这里呢 红方不太手软 直接将军 虽然说跟刚才呢 差不太多 红方呢 也无法立即成杀 但是啊 这个鞠不护咬 我们毕竟呢 能保持两个鞠的攻势 这里黑方只能出来 红方有一个平鞠抓象的妙手 啊 那么抓象呢 这个棋啊 黑方不能乱动 如果你这个马乱动 我平鞠一将就杀齐了 所以啊 黑方只能飞向 那么这里红方有一个后炮平六的妙手 下不棋呢 就是要G7平六 平鞠在G3平五就杀齐了 所以黑方呢 没有办法 想解杀 只能选择吃炮 那么换掉之后啊 红方呢 虽然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呢 也没有决定性的一个便宜 因为啊毕竟黑方还是多大子 那这里呢 我选择平鞠啊 是叫一手杀 黑方选择落象防住 那面对黑方 炮三平五的反击 这里呢 我们一看呀 没有直接杀齐的可能 就选择呢 平鞠一将 再选择退鞠啊 看起来稍微有些软 但是呢 比较安全 红方保持双鞠的威胁 依然是啊 占据一定优势 此时呢 我的鞠杀着黑方的底下 那么黑方呢 选择飞起来 红方呢 就兵三进一 克制住对方的马的同时呢 不让对方啊 轻易打边兵之类 那么走到这里啊 应该说呢 黑方还是比较稳 鼓励手势 在这样一个局面下呢 双方还是剑拔弩张 红方此时呢 考虑飞边向 可能是更好的下方 我们通过猜解啊 飞个边向 把这个足呢 给他干掉 应该说呢 红方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 那么实战当中呢 我走了一个炮六平二 应该说呢 也没有大的问题 但是呢 没有分边向更好 黑方为了防住底线 肯定是要平炮顶住 我再选择浸泡 去瞄一下对方的马 那么黑方此时啊 下的非常果断 强行把足对起来 我本以为啊 对方是不能对足的 但是黑方啊 确实这么下了 也是出乎了我的预料 那因为我一吃啊 这个棋呢 黑方要丢一个底项 但是黑方呢 已经做好了丢项的准备 那这个棋呢 选择落势 这个局面下呢 感觉红方呢 也没有太好的 直接入局的一个手段 所以呢 我先把这个鞠啊 抬回来啊 因为在底线呢 确实没用 将来人家落项呢 还有什么先手 下到这儿呢 黑方选择越马 直接发动了反击 那么我吃项呢 他就再往前跳嘛 下到这里啊 由于我的后防线呢 也不是很稳固 所以呢 我选择飞向 先巩固一下 黑方进鞠吃炮 先抢一仙 这个局面下 如果我选择逃炮 黑方呢 平炮 哎 过来打打鞠啊 之类的啊 还有其他的先手 看到黑方的连环马啊 非常结实 我的炮呢 用处也不是很大 所以呢 就选择直接打掉了 打掉之后呢 黑方打回来 这个局面下呀 我们通过后续的猜解 发现的红方依然是大优啊 非常可惜 我没有走出G6平8的紧凑招法 红方应该直接刻不容款的平鞠 去攻击黑方 黑方如果退炮防守 红方可以平鞠抓双 由于这个局面呢 黑方是不能退马打鞠的啊 因为如果你退马 我进鞠抓炮 你只能躲 我再选择呢 退去抓马 黑方呢 就不要南下了 你只能浸泡堪 我再把这个足呢 简单给吃了 那这样啊 红方呢 两个局 一个大中兵 黑方事项残缺 肯定是大战优势 但非常可惜啊 实战当中呢 走了一步随手棋 觉得这个棋呢 还是不错的啊 所以说呢 为了安全起见 考虑到对方什么下底炮啊 抓底势之类 随手走了一个上市 应该说呢 是错过了非常好的机会 那么黑方呢 果断退炮防守 那这个时候 我再平鞠呢 就跟刚才就不一样了 人家可以回马打鞠 所以我现在选择平鞠 但黑方呢 选择平鞠过来呢 我们就失去了刚才 非常好的一个进攻思路 由于啊 黑方有下底炮的威胁 实战当中呢 我选了平鞠抓炮 实际上呢 选择近鞠抓炮呢 可能更为犀利 不仅可以吃炮 同时呢 还有平鞠较僵的手段 平鞠抓的时候呢 黑方呢 就选择平中 我选择平鞠战一手泪 此时呢 黑方不是故防 双方看起来呢 是归于了平稳 但实际上呢 也是暗流有动 我选择近鞠吃炮呢 已经晚了 黑方此时呢 有炮打中向的吸力手段 吓得非常强硬啊 那我只能飞 黑方吃掉之后呢 准备两边卧槽 为了防止黑方的攻势 我只能仰角势 黑方吓得非常狠 直接卧槽僵 我退居呢 去防一手 抓马抢先 黑方选择横俗 那么这个局面下 如果我选择兵武进一 黑方马三退四 踩四的先手 感觉啊 这个棋呢 确实不太好防 因为呢 对方鞠马炮兵 还是很厉害 所以说啊 当时实战我也就求稳了 直接选择捕士 那么黑方呢 打鞠 我这里呢 就赶快进鞠 把他的炮给粘住 黑方一看呢 也没有好奇 先把这个兵呢 给消灭掉了 看到对方的炮呢 不威胁我的鞠 赶快呢 双鞠躲马 黑方呢 只能凭炮看住 这里我选择出一个老帅 把自己的六路鞠呢 给解放出来 实战当中呢 黑方下足 我就把鞠点进去 抓住对方单式的弱点 准备发动反击 因为这个棋啊 如果我们单纯的防守 将非常的危险 下不棋呢 人家回马把我的鞠给关住 这个棋呢 黑方可能就要赢棋了 下到这里 黑方选择收炮 我选择抬鞠 因为如果我双鞠去夺呢 人家可以鞠三平五 现在我也是抬一步鞠 看看黑方会不会给机会 我想走鞠八平五呢 去抓中士 当然黑方呢 肯定是要守住的 不会给我这样的机会 那么下到这里呢 我就平去抓一下马 本以为黑方呢 会马三退四采鞠 谁料呢 黑方走了一个马三退五 虽然说呢 有很强的攻击性 但是呢 给了我一个回鞠的机会 由于啊 黑方的火力很猛 这里呢 我已经做好了对鞠的准备 我觉得把鞠对了之后呢 将来啊 去吃吃对方的鞭足 那么我形成鞠兵呢 还是有胜券的 黑方如果把鞠对了 这个棋呢 对方想赢我呢 机会就不多了 所以啊 黑方呢 也不愿意跟我对鞠 实战当中呢 选择了一个甩鞠 准备攻击我的底线 那么红方呢 平击对鞠啊 也是必然 走到这里的时候呢 双方的时间啊 都非常紧张了啊 他呢 就疯狂的躲鞠 我就疯狂的对鞠 因为啊 我确实没有办法 对方的鞠呢 走到这个位置上 也是要杀我的事 我只能去对 那么他平鞠呢 进鞠啊 实际上是一个叫杀 我也不得不对 所以说红方 我是没有办法的 黑方呢 不断的去躲鞠 我就不断的对鞠 那么通过这样的手段呢 双方也是加一加时间啊 避免呢 去超时 走到这里啊 我再跟对方队 黑方呢 把鞠拉过来 那么当时呢 很多骑民说啊 这个棋为什么不吃兵啊 为什么不进鞠抓饰啊 但实际上是不行的 如果我选择吃兵 那么黑方下鞠一将 再选择浸一将 就连将绝杀了 现在你只能动势啊 你无论怎么动 人家退鞠一将呢 就绝杀无解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 鞠马炮的连杀 同样的道理啊 这个棋如果选择进鞠抓饰 也是一样 人家黑方进鞠一将 浸泡一将退鞠一将 三步连杀 所以说我没有办法 他的鞠呢 只要在右边 我只能呢 去跟他对 那么这里呢 他在躲 我就只能再对 你要杀我士啊 那么黑方啊 被我这一顿对鞠呢 也搞的是有点啊 烦躁了 是吧 黑方呢 还有很强的一个取生欲望 他呢 就把鞠放在这边了 实际上啊 这个鞠走到这呢 我是可以吃兵的 但是呢 当时啊 我也是惯性思维 我也没发现 哎 这个棋我看他跑过去 我就再跟他对啊 我脑子里面 当时想的是什么呢 我就把你鞠给对死 对吧 你要么我合棋 咱们就长队合棋 要么然呢 把鞠对了 我再给你战斗 就忘了杀兵的事了啊 因为黑方的鞠呢 跑到左边 他不是杀棋了 那走到这呢 黑方啊 也没注意啊 我俩都没注意 第一个回合是这样啊 他就平过来了 我继续对 那又走了一个循环 哎 又对 哎 走到这我发现了 他的鞠在左边 他不是杀棋啊 对不对啊 他不是杀棋 我就吃兵呗 现在我就把他兵给吃了 那黑方也集养了 是吧 黑方呢 直接进鞠江 我上将 跟刚才相比不一样了 你再浸泡江呢 我杨氏 你的鞠呢 方向错了 对不对 你没有杀棋了 那黑方实战当中呢 也懵了 一看这个棋没有杀呀 着急了 走了一个进马 忽略了自己的家啊 这个棋 我一看机会来了 红方一步 进鞠 较江 绝杀 无解 好 好 耶